感染性腎脂結石是因為病毒感染 形成的腎脂結石 因為細菌容易藏在結石裡面 並且作成病毒的感染 嚴重者會引發白黑症 因此起米病院病毒多好醫生建議 感染性腎脂結石 除了治療病毒的感染 同時也會用結石來清毒清洗 感染性腎結石它的成因主要就是因為一個反覆的蜜料道感染 常見的蜜料感染的細菌就是所謂的變形感菌 這種感菌它會分解我們尿液裡面的尿素 形成不容易屬於的氨結晶 再如果一直反覆的蜜料感染長期下來的話 它會把我們尿液裡面的尿素分解成氨結晶 它會形成結晶化 結晶久了它可能會堆積 同時細菌會躲在結晶裡面 造成結石越來越大 所以後續如果說都不處理 病人可能後續就可能會造成肾功能會受損 那同時它的蜜料感染在藥物治療會變好 可是沒多久可能就會再復發 其實病人比的外科醫師離高和標識 對著複雜的感染性結晶的病人 除了控制所謂的治療 另外傳統也會使用筋皮腎臟走路的水晶秋雪 但因為傳統的空氣比較大 傳出的角度容易太多 現在有蜜蜜的筋皮腎臟走路的水晶秋雪 如果一個角度沒辦法將結晶清清 也可以建立不一樣的穿刺管道 微創的筋皮腎臟造路的水晶手術 相對於傳統的筋皮腎臟造路的水晶手術 它的傷口是比較小的 傳統的手術傷口大概有一公分 這種微創的傷口可以接近 可以減少一半左右 大概只有0.5公分 同時因為我們是做所謂的微創的傷口 所以因為微創的傷口可以讓我們 因為腎臟的結構是有多個角度的 如果我們只能從一個腎臟的角度去處理結石 有些時候如果結石長滿了整個腎臟 我們很難說通過一個角度 繼續把結石清理乾淨 這時候我們就選了需要第二個通道 甚至第三個通道 過去因為有傳統的手術 它的傷口比較大 腎臟的損傷會比較大 大家就不會考慮做第二個通道 那現在也因為是用了這種所謂的微創的 這個腎臟造瘤碎石手術 所以後續我們做了第二個通道 第三個通道 其實對腎臟的傷害 其實我們在追蹤下來看的話 其實影響不會太大 其美病醫對理工一般人 因此微創筋肌腎臟造瘤的水晶秋雪 不但可以搭配多種方式 提高結石的清凸率 秋雪後也可以降機的痛痛 出發和感染的方向 醫師提醒 有感染性結石的病人 在結石治療完成醫療 後續也要定期對中 必須結石再度發生 大安西姆林跟蔡宏伯德